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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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能跟他在他身上有共鸣 然后看到可能性 我都会去尝试 其实对你来说 在演绎的这个形象上面 是没有进气的 对吧 我觉得其实像你从2019年开始 到现在陪伴Tom Ford 应该也是马上三年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也通过很多 Tom Ford的高端沙龙香系列的 热门香水的形象 看到了你很多不同的演绎 包括像当时 哇 那个真的是一瓶难求 我们的这个金刺玫瑰 还有白色香 乌木 还有最近的玫瑰花园系列 每次看到 包括在我们这个品牌的广告大片当中 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在这些系列的相分大片里 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拍摄 其实每次拍Tom Ford印象 都还挺深刻的 因为他每次拍摄量不会很大 然后每一次 不管一张照片 还是每次拍摄的一支短片 或者是细节都非常的讲究 然后非常的细腻 我觉得很有Tom Ford自己的风格和品质 是的 没错 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在这些短片当中 看到了你很多的生活的态度 和对艺术的理解 而且其实我会觉得 就比起彩妆广告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香水 会更难演一些 因为就是大家没有办法 直接通过屏幕去体现颜色 而质地 就是味道是要靠想象的 但我觉得看你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非常非常的有代入感 就感觉 我这屏幕好像能闻到 或者想象那个味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每次拍摄不同的香水之前 工作人员会给我讲他的情境 然后会给我讲画面 比如说像雪阴牛光 他会讲在一个木屋 然后在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 然后会滑雪 然后再进入木屋的一瞬间 我觉得我在拍的时候 脑子里面是有画面的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的味道 然后一些下视的去反应就好了 去体验就好了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是不是也有点像 演员的塑造一个角色 就是要首先想象很多的情境 然后想象 它可能适合于生活当中的 哪个场景 就会比较容易 向大家传达这个信息 我觉得其实刚才 听你去描述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去想 如果我去滑雪度大 我就一定要用这瓶雪阴流光 因为它会很有那种冰天雪地 然后又温暖的 这个小木屋的感觉 其实Tom Ford本身 它也是有别于传统的 我们主流的一个制香的方式 它的每一瓶香水 都有一种富裕奢华的 单一香调的开场 并且贯穿始终 比如像乌木 像摄香 皮革 玫瑰等等 去服以其他珍贵的原香料 然后去调制出 专属于Tom Ford的这种 性感又浓郁的沙龙摄香 那作为我们Tom Ford的品牌 香芬和彩妆大师 我相信 伊隆一定对TF的香水 特别了解 对不对 那既然点头了 我觉得 我要考验你一下 好 就是考考你的专业性 来帮大家挑选一下 香水怎么样 因为其实选香水 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话题 对吧 你自己选香有什么标准吗 我就是自己喜不喜欢 当下的心情 对 当下的心情 那我先要替大家好奇一下 今天用的是哪一款 因为刚才你一走进来之后 我觉得我们这个空间 其实就充满了一种 很舒服的 就很像被太阳 刚刚晒过那种白衬衫的味道 今天用的是哪一支 今天用的是白色香 按摄心魄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好像一般叫它白色香 比较的上口 这个好像听说也是你特别喜欢的一款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 就是比较放松 然后比较松 让你很舒服 很日常的一个选择 对 其实我们像 大家提到这个白色香 这一款的时候 你第一次闻到 你会感觉到 它有一种很干净 很清新的这种状态 而且它就很像是你慵懒的 比如说躺在沙发上 抱着一个柔软的抱枕 很有安全感的那种味道 那我们正式进入 伊龙给大家来推荐香水的环节了 接下来 你觉得像这款白色香 比较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穿 我觉得平时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 然后跟朋友聊天 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 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凡是让你觉得 很舒服很放松的环境 就可以选择它 对 所以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仲夏夜梦 也是一个很放松的 和大家来聊聊天的 对和老朋友见面的一个环节 那你会不会觉得 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装扮 适合在用它的时候 穿搭 浅色 像今天这样 米色白色或者是蛋黄 我觉得都可以 好像其实你之前在拍这个作品的时候 穿的就是一个白色的毛衣 对 就是会感觉很舒服 很放松的一个氛围 而且其实我们也说到了 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味道 那其实也是因为 Tom Ford先生希望用这个作品 去营造出一种皮革和底皮的香氛印象 同时来打造一种兼具了阳刚和柔美的气质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香氛 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我觉得也是你很熟悉的一款香水 就是这一支 甄华乌木 对吧 这个其实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的活动 是三行情诗 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句话 你说是这个生人物尽 只尽你 能不能聊聊你对这支香水的印象 就我自己还真是还挺喜欢这个香水 乌木香水的味道 因为它感觉很沉浸 然后非常有质感 是的 其实它闻起来就是还蛮有一种 这种很沉浸的力量感的 对吧 而且好像这个珍稀乌木 它是一种世上算是最含有又珍奇昂贵的香料 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在闻到它的时候 就会感受到一种好像在古老的寺庙中 焚香缠绕的这种沉香的气息 再次感受一下要不要 好 它会幻化成一种神秘国度的异香 然后会展现一种富裕又深沉的性感风情 别具个性的沉稳香气 就我感觉你好像刚才闻到它的那一刹那 眼神突然间变得安静了一下 是吗 对 我觉得好的演员就是会立刻 不管是画面 不管是味道 然后不管是一个声音 好像触发它的记忆 它就立刻能进入一个情景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对 刚才立刻就感受到了一个演技的一小瞬间的爆发 那这款香风也是在奇妙的冲突之间 它又交织着性感 然后纵情于克制的边界 是一种非常沉浸的力量感 我觉得它应该有适合的一些非常特殊的场合 对吧 你会想要在什么样的场合用这支真华乌木 其实我自己用比如说跟好多就是开工作会议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然后自己在家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 有时候会 看电影看书 为什么会在开会的时候想要用这支 我觉得它会让人大家比较平静 然后自己也会比较平静的这种感觉 就比较沉着一点 万一如果工作上有一些分歧 也不容易吵起来是不是 那不会 其实就像英文说的一样 Tom Paul先生也是想通过这支作品呢 去打造在古老寺庙当中 焚香缠绕的气息 所以你首先闻这款香水的时候 你就会闻到珍稀乌木的香调 然后大家会感受到花梨木和中国胡椒 带来的这种冲撞感 就像在寺庙当中焚香的感觉 最后呢是交织 檀香木淋淋香豆和香草根的 这样一个非常幽远的香调 闻起来就很像伊龙说的 它有一种很沉静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 不妨参考一下伊龙的推荐 就是如果你接下来需要一个 很冷静的这样一个思考 比如像开会 或者是有一些独处的时间的话 其实用这支 在拍巴沙的时候也是去海边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在拍摄当中 让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那天拍摄 很暖 其实那天特别冷 4月份感觉好像还是海水的温度很低 对 然后那天我跟摄影师 我们一起在水里各种 虽然环境不是那么的理想 但是拍摄整个工作状态 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就我们其实看照片的话 挺难想象你们是在一个很冷的 这个水的环境拍的 感觉你还挺舒服的看起来 挺有意思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选对了香水 也是一个帮自己就很好的沉浸到 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方式 对吧 因为味道是可以勾起人的 很多美好的回忆的 那我们也特别期待 接下来有没有机会 和TF一起来拍摄一部 和还有关的作品 好 那就在这跟大家约定了 不知道屏幕前大家有没有 也想去海边度假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其实包括我自己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 很好的状态 我觉得像伊龙给人感觉 你就是一个很擅长享受 一个独处的时光的人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就有没有什么建议 去调整独处时候的心态 给到粉丝朋友们 我觉得就是 就不要被所谓的忙碌去 绑架 对 我觉得就是更多思考 然后更多确定 自己是在做什么 然后每天自己想要做什么 整个人会从容很多 其实独处也是一个很难得的 一个真正专注一下 自己需要什么的时间 对吧 那最后一款香水 是我们的中国玫瑰香水 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药杆玫瑰 那我这样先 一开始闻到了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现在闻突然一下 闻感觉有点甜 然后就是很神秘的 这个感觉 很神秘 甜中又带了一点冷 对不对 很清冷很朦胧 而且我特别喜欢 你当时拍的那张图 就是很有意思 把你的这个影子 投射到墙上 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那张照片拍摄的灵感 好不好 因为这个香水 因为大家觉得很神秘 然后那张照片 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投射 投射影子的方式 然后手中的香水 会是很有趣 就它很值得思考的 一个一张图片 我觉得 套用现在大家常说的 就很有氛围感 其实这款香气 也是很有氛围感的 因为它好像是 刚刚Tom Ford先生的 《四十玫瑰花园》 它采了一朵新鲜 还带着露水气息的 玫瑰的感觉 而且其实 《中国玫瑰》这个名字 我觉得也蛮有力量的 对不对 它也有一种 很自信的感觉 其实大家刚才听 一龙的这个 虽然是一个非常 好像简短的形容 但我觉得 如果你有机会 再去闻到这些 中国玫瑰香水 就会特别有感觉 因为一开始我们闻到的 像 出去玩 然后其实度假的时候 我觉得都 可以带出不一样的心情 对吧 而且其实感觉上 它会更加的女性 更柔美一些 但又很有力量感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女性的话 其实通勤工作 也蛮适合的吧 如果约会的时候 闻到这个气息 感觉怎么样 还挺香的 很有神秘感 所以其实大家去约会 也可以尝试 特别谢谢一龙的分享 那刚刚 我已经考验了 一龙一下 简单的考验了一下 但考不住它 对我们TF的香水 太了解了 那现在我就要来考一考 屏幕前的大家了 检查一下 刚刚大家有没有认真的 听一龙的分享 然后我们会选出 一味幸运而送出 我们今天一份礼品 好不好 好 那我来先出题 那我们的题目就是 其实刚刚一龙呢 有介绍一款香水 它是一支中性香 然后一龙自己 也非常的喜欢 那他觉得 沉浸的力量感 然后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一龙也非常喜欢 用这支香水 大家知道它是哪一支吗 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 告诉我们它的名字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 一点时间 让大家来告诉我们 你的答案 我们就会从答对的朋友 当中选一个幸运而言 那我觉得这样吧 大家在跟我们 分享答案的时候 简单两两句 一龙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端午 对 明天是端午 都要过我们的五月初五 端午节 所以其实还有是因为 马上对于所有的学子来说 就要到我们一年一度的 高考季了 那我不知道屏幕前 有没有考生在看我们的直播 就其实不管是高考 还是未来人生面临的考验 其实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地度过 就是每一次考试在未来回首 这样 大家看一下我们要送出的礼物 就是这一个618的暗色新破限定双支妆的口红礼盒 就是这一支 然后这个礼物呢 我们要请一龙在盒子里面写一句 我想想啊 也难为你一下 包含了纵的祝福语 怎么样 好 那你先来写 好 好 谢谢 然后大家赶紧现在趁这个时间 把你的答案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这样等一下呢 就有可能很幸运地得到这份 一龙送出的祝福 我们送出的就是我们618暗色新破限定款的口红套组 赶紧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什么 好 现在我看到大家已经把正确的答案刷在屏幕上了 那没错 我现在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这支非常棒的中性沙龙香 就是我们的真华乌木 那现在呢 一龙来帮我们倒计时 我们抽出这个信源好不好 好 来 我 好 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截屏 那我们这个时候请一龙来展示一下吧 刚才你写了什么祝福送给大家 逢考必重 看一下 这边我们可能在 哎 这里 逢考必重 必重 对 希望大家面对每一次考试都可以顺利过关 我觉得这真的在今天是一个最恰当的祝福了 非常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然后我们的工作员也在统计这位中奖的幸运儿啊 我们给他们稍微一点时间 哎呀你 你上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 是 嗯 那可能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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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觉得你是那种感觉很不会紧张的人 我是表面上看 其实我很紧张 心里也很紧张 对 有什么调节的秘诀吗 比如遇到这样的一些考验时刻 我不太调节 就是 硬着头皮 对 就是紧张 因为你有这个感觉 你越 让自己会越来越紧张 那我就去感受那个紧张的感觉就好 哦 享受一下当时的心情 对 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嗯 而且有的时候紧张 人还会分泌一些上上腺素 可能还会就是超水平发灰 对吧 嗯 好我们现在已经 结出来了 第一位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 成理想 恭喜你 今天我们 嗯 这个活动的第一个幸运儿啊 得到了刚刚 一龙为大家亲手送出的这个祝福 逢考必纵 对不对 对 那也再次欢迎屏幕前 关注中夏夜梦主题品牌活动 直播的朋友们和Tom Ford一起 畅扬在斑缆的播光与沙利中 付一场中夏夜梦 谈一次久违的狂欢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一起来欣赏一段 一龙为品牌拍摄的作品 欢迎大家回到TF仲夏夜梦主题品牌活动直播 后面一起来开启618仲夏狂欢派对 我是主持人李思雨 今天我为大家有请到的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品牌相分与彩妆形象大使 朱一龙 欢迎一龙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是的 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一龙其实我注意到上个月有一个曝光量超级大 曝光一个亿的一个大活动和你有关 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是不是 嗯 那个活动是5月13号 嗯 一个微博的活动 对 是什么活动 就是写写写字 然后三行诗 超主一龙作业 对吧 嗯 其实我们这个超主一龙作业的话题呢 网友的参与度真的特别高 像之前其实应该也看到了很多大家这种热情洋溢的各种参议和演绎 对吧 我看见藏龙卧虎 藏龙卧虎 对 那他字写得非常好 因为我周围也有朋友参加 然后他还跟我说哎呀我觉得我一定能得奖 结果没想到看到那么多厉害的作品以后就觉得 好像真的就藏龙卧虎高手太多了 那其实呢 像刚刚就是我们说到了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有这个关于无碍的一些话语 我们其实有之前听到你的这个分享 今天现场能不能再次给我们重现一下 好 我都准备好了 有备而来 那我们就再读一遍给大家听听好不好 无碍如丝 不舍昼夜 无碍至成 心间诛纱 无碍恒久 历久迷津 哇 我忍不住要鼓一下掌啊 因为虽然听过好多次 但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直播现场再听到 就是大家还是会有那种怦然心动的被打动的感觉 而且我刚才因为就是还闻着我们刚刚那个药杆玫瑰的味道 就会觉得哇 现场很有诗意 其实这个无碍两个字不只是有我的爱的意思 其实它还包含一层意思 伊龙你知道吗 什么 其实它包含了我们一个产品的名字 就是我们的这支细黑管口红的52号色裸玫瑰 52所以无碍了 对 允许谐音狗 我其实身边好多男生你知道吗 都因为之前看到这三句话 然后就会选择这个细黑管的口红52号裸玫瑰的礼盒 来做520的礼物 我觉得其实还挺动人的 而且除此之外 Tom Ford先生本身因为他是建筑师出身 所以在细黑管的造型设计上也是别有用心 伊龙你觉得这个外观设计怎么样 我觉得它的线条感就很特别 然后建筑感非常强 是的 因为自己它本身的建筑方面的造诣还是挺高的 对 所以其实在很多我们Tom Ford的产品的美学上都能体现出来 这支细黑管这个系列也是Tom Ford在2020年推出的一个全新系列 那去年年底是推出了三支新色 这支52号裸玫瑰 我这样吧 我试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颜色 因为它的质地我也特别的喜欢 试一下 它是这种特别顺滑的一个丝缎般的质地 伊龙你觉得 我觉得我又要问一个有点超纲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女生来用 我觉得只要女生觉得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都可以去用 只要喜欢我觉得就合适 其实你知道吗 你这还真是正解 因为这个颜色 它这个裸玫瑰的调色是一个红调里面比较重的一个玫瑰茶棕色 所以它完全不挑人不挑皮 只要你喜欢都可以用 而且还很衬我们亚洲女生的肤色 而且其实说到裸玫瑰 我们去年年底吸黑管口红上新的时候 还有一支口红也同样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你知道当时好多人都在争着做猪一龙的猪砂痣 你知道这个吗 那这个猪砂痣的名字 我感觉呢 就是它很像一个电视剧当中的女主角的这种气场 我也是先给大家在手腕上试一下它的颜色 同样也是我们这个丝段般的 非常丝滑的一个质地 一龙你能看出区别吗 好多男生看不出来 两个颜色不太一样 对 是不太一样 哪里不太一样 能说出来吗 上面红颜色更深一点 然后下面更橘一点点 我觉得你对颜色还挺敏感的 对 因为我们这个裸玫瑰 其实它就是比较在红调更重一些 这个玫瑰茶棕 然后猪砂痣的橘调确实更多一些 会更活泼 然后其实前段时间 就是有很多细心的粉丝也注意到 就是你好像是不是染了红发呀 是工作人员说的吗 就是好像是偷看到什么照片透露出来 对 我前段时间 然后因为原来一直要拍戏 然后要工作 所以也没机会染 然后这段时间刚好一直自己 就家里和工作室 所以就尝试了一下 尝试了一下 感觉如何 我觉得有时候改变颜色 改变自己会不一样 心情其实都会不一样 对 那如果下次再有机会尝试 做这样不一样的挑战的话 比如在猪砂痣的这种颜色里面 或者像这个裸玫瑰的颜色里面 你更倾向于选哪一个 我都可以尝试一下 都可以尝试 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我好好奇啊 也很希望看到这些不一样的造型 出现在你身上 而且其实像我们刚才说 这个裸玫瑰呢 它会更偏红调 玫瑰色调 然后猪砂痣 它就是更橘一些 更活泼一些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个性的女生 也可以根据你要去的不一样的场合 或者你今天的心情来多做一个尝试 而且今天呢 就是我们虽然啊 跟大家聊天的时间可能比较短 但是我有 A Little Bird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你有一个技能 是只有你会 我们都不会的 什么技能 你也不知道什么 其实我听说你会变魔术 而且之前有说过 想参加魔术节目 对吧 对 雕虫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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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能不能现场有一个 小小的不情之情 能不能现场给我展示一个小魔术啊 也给我们各位粉丝一个小小的惊喜 好不好 好 这我临时帮大家请求的一个小惊喜 可以试试吗 可以 行 那你需不需要什么道具啊什么的 就我 之前跟我说要变魔术 我就带了一个 样 我们就是 呃 今天现场啊 也是特别临时跟伊龙沟通了一下 尝试一下 嗯 然后我们要变一个小小的魔术 那个也是 珠珊 对 我用一下 呃 刚好已经打开了那个 哦 我们可以用给一只那个小道具给伊龙吗 好的 没关系 我决定 我 啊 可以吗 可以 好 好 然后那 呃 你是需要我配合你吗 还是怎么样 你帮我把手这样摊开 这样 对 然后冲着我就好了 好 呃 冲着我就好了 然后把两只手捏拳 捏拳 然后你选一只手 我选一只手 我随便选 随便选 那我选左手 啊 这个是左手 好 把这个手背在身后就好了 背在身后 哦 然后呢 我稍微涂一点点 可以 好 稍微涂一点点 然后我把它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结束了 然后你把手打开 我把手打开 嗯 哎 哎 他刚才在我手背上涂了一点点 我们这只猪砂枝 然后现在 你涂的那个印记 他把它那个手背的大概给擦了一下 然后怎么跑的 我手心来了 你怎么做到的 魔术嘛 哈哈 不能现场揭秘是吗 啊 对 啊 但是一个小魔术 你好厉害耶 我没想到 可以可以 那我觉得接下来请各位魔术节目 向伊隆大胆地发出邀约吧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 就刚刚临时跟他说 能不能变一个小魔术的 太厉害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TF的这个口红印记 对不对 对 如果我没说错 这就是我们刚刚那只 猪砂痣的颜色 是不是 嗯 然后那你这个 你这个颜色是从哪变出来的 就是变成了 哈哈哈哈 平魔力变出来的 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 这个颜色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 这一支 TF的猪砂痣 一个一个同样的一个颜色 刚刚就是像我带在 给大家试在手上的 这个带一点橘调的 非常明亮的颜色 而且其实伊隆手上这支呢 大家看到他这个是一个白管口红 它是我们618限定的一个 暗射新破的一个限定款 对 然后呢 这个 这是这一季的一个限量 同时它也是一个磨砂质地的包装 然后 你会看到呢 它非常的清爽 也非常的夏天 而且我感觉 其实啊 就是如果你把它这样 拿在手里 对 我刚刚关的时候比较用力 然后把它蹭到了一点点 对 这个是我不好 没有 是我刚刚关的比较用力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猪砂痣 想要多留一点印象给大家 它其实放在一起的话 就有点像一个钢琴的黑白剑 其实你是弹琴的 对吧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口红 大家看到以后 它会也会有一些很美好的 关于音乐的联想 你放到包包里面 去补妆的时候 拿出来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快乐 很有享受的事情 那刚刚其实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两个 我们的热门色号 就是这个裸玫瑰 还有朱砂痣 我不知道大家对哪一款 比较的动心啊 大家可以把自己心动的 这个口红的名字 写在留言区 跟我们来互动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筹第二位幸运的观众 好不好 然后获得我们这次 品牌活动的一个 特别的礼物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 我们送出的还是这个 暗设新魄限定款的一个双痴状的口红礼盒 然后同时还是一样 我想再请一龙给大家送一句 包含了纵的祝福语 好不好 好 那你在写的时候 我也要好好地回忆一下 刚才这个魔术到底发生的是什么 怎么会这个印记就跑到我手上来了 好厉害哦 所以你等一下会告诉我这个秘诀吗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请一龙来为大家倒计时截屏 好不好 我们选出这位幸运儿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那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统计一下 看看是哪位幸运儿 同样也是在这个 今天的活动当中得到了一龙送出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礼物 那现在呢 一龙来为我们揭晓一下吧 这次送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 是 总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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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其实我觉得 2022年呢 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我觉得无论发生了什么 其实都希望大家接下来能够有惊喜 对 你有没有什么2022年期待的惊喜 嗯 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 希望大家能好好的 我也有惊喜 我希望你的新作品赶紧跟我们见面 谢谢 没错 其实就像刚刚一龙给我们表演的魔术一样啊 就是我觉得大家时常呢 去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惊喜 抓住每一个既特别 然后又难忘的当下 我相信屏幕前呢 你也能常常开心 纵有惊喜 那我们现在这个幸运儿名单 也已经公布出来了 一龙给大家念一下吧 诸事顺 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诸事顺随 0416 哎呀 他一定是一个中粉 就是你的生日啊 都在他的ID里面了 你是不是也是跟我同 对 我也是那一天 所以呢 抽到我们这位幸运的朋友 也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份惊喜 那其实呢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就刚才一龙在变魔术的时候 我近距离观察了一下 因为今天其实直播到现在 也差不多半小时的时间了 然后我发现 整个的皮肤状态 还是特别的好 今天用的也是TF的底妆吗 对 用的气垫 用的这个气垫对吧 其实这款安设新破限定的气垫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很多人都特别的爱他 因为他的外包妆也非常的漂亮 那一龙像你自己平时工作当中 经常需要上妆 你自己对底妆产品 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吗 我觉得轻薄吧 轻薄是第一位的 对 不油腻轻薄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 的确是这样 就是轻薄自然的一个底妆 其实你的皮肤也会舒服 而且我觉得尤其像最近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其实大家都希望底妆是轻薄的 不然就总要补妆太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次的 这个限定的 我们的暗设新破限定系列 也是一龙自己特别喜欢的 一个底妆 就如果你也是和他一样 同样的底妆诉求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也会爱上 他的一个触感 那马上我们的直播 其实就要进入我们最后的环节了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 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问题 想要问一龙 但我们今天其实时间比较的有限 那我就问两个粉丝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吧 好不好 很难的问题哦 好 其实不难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有没有开发什么新技能 其实我最近没学什么新的东西 你这个魔术已经很厉害了 这都不是新的吗 这个魔术是新的 但没有什么新的技能 还是自己之前会的 然后每天在 还是其实我觉得一龙是特别低调 然后又踏实的在沉淀 就是希望带给更多的角色 给我们各位粉丝朋友和观众 对不对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其实我们注意到 包括一龙在海边拍摄 还有前不久工作室发的图啊 其实有很多看你平时的照片 其实都是有吉他出镜的 和吉他出镜的 在一起的 那今年粉丝朋友问 还有没有机会看到 龙哥弹吉他唱歌 其实每次也都是挺随机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吧 生日的时候上一次看到的是 弹琴唱歌 所以接下来下半年大家期待一下 看他的心情 是不是当下有那个感觉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到时候希望一龙能够尽快地带给大家 那今天这半小时呢 其实我们虽然聊的时间很短 但还是真的非常开心 谢谢一龙刚才跟我们带来这些惊喜和分享 然后等一下直播结束 要告诉我魔术的秘密 刚才一龙也说 其实如果有机会呢 就是还是挺想去海边度假的 对吧 我就在我们今天整个活动的最后呢 我希望大家呢 把自己这个夏天最想去度假的地方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一起来分享 然后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祝福 和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叫祈愿吧 把你最想去的度假地点告诉我们 因为在直播的最后 我们还会再抽出五位幸运儿 那我们要随单赠出的就是 朱一龙签笔签名的一个明信片 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就是这一张 超级帅气 然后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想去哪里度假 也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说不定就一起实现了呢 这个幸运儿就是你了 那现在大家也已经纷纷的留言给我们了 对吧 嗯 那我也看到有好多不一样的度假地 我也特别想去海边啊 好想去留个言 那大家就是一起在这个刷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请一龙来为我们倒计时来截屏 我们选出五位幸运的朋友 好吗 好 好 那来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的 我们现在就是来稍微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一下 看看是哪几位朋友幸运地获得了朱一龙的这个亲签的明信片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也想再次感谢一龙 其实今天能够来到我们TOMFOR种夏夜梦品牌主题活动的直播 跟大家来聊天来分享 还顺便感受了一个新技能 一个小魔术 也希望就是明天的端午节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和爱的人一起度过 哎 我还有一个小提议 就一龙能不能用武汉话给大家送一个端午的祝福啊 可以啊 嗯 那我们就把刚才也写的那个祝福语一起用武汉话告诉大家吧 好不好 啊 就大家 啊 中有惊喜 嗯 逢考彼总 端午安康 怎么说 端午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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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我也学习了一下 谢谢一龙 那我们现在这个获奖名单还在统计当中 对不对 我们再给我们工作人员一短时间啊 哎 我特别好奇你自己平时喜欢吃粽子吗 嗯 就在这种特殊的这种节日的时候 会不会一定要吃一点 我想吃豆沙馅的 你喜欢吃豆沙馅的 啊 你是甜的啊 我粽子和汤圆我都喜欢吃甜的 哦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我觉得身边也蛮多南方的朋友 其实还挺喜欢吃咸粽子的 是 我没太吃过咸粽子 豆沙 那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粽子口味啊 嗯 你自己会包粽子吗 我还没尝试过 以后可以尝试一下 嗯 我觉得哎 你自己下厨吗 平时 下面条算吗 下面条算 我自己 算是个开始 对 我觉得其实就像大家 因为今年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有很多宅家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像比如碰到一些这种节日的时刻呀 或一些特殊的时候不能跟家人团聚 其实是挺辛苦的 嗯 像演员有很多时候 其实很多节假日都不能跟家人一起庆祝的 对吧 嗯 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今天我们邀请一龙提前跟我们的各位粉丝一起庆祝一下端午节 然后大家一起过个节 就是哪怕你现在自己因为疫情啊或者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 我觉得也是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是不孤单的 对吧 对 嗯 那像你自己平时如果是在剧组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庆祝方式呢 比如跟工作人员或者跟剧组的同事逢宴过节的话 因为剧组常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剧组大家就会 因为大家在一起很长时间嘛 然后一天天大家一起磨合 然后有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个餐 嗯 对 我觉得其实像在常年在外拍戏的话 其实对很多的节日就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要求 对吧 嗯 那你这次其实人生大事也是一个即将希望能够尽快跟大家见面的一个作品了 嗯 这次的拍摄能不能我们其实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就是大概的一些剧情介绍 嗯 能不能今天给我们看这个《中夏夜梦》直播的朋友独家剧透一点点 小心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时刻呢 嗯 因为 这是首先人生大事是我第一个回到在家乡拍的戏 嗯 之前没有过 哦 一直都没有在家乡拍过 对 之前有一部 但是时间不是很长 嗯 然后这一部是整部是在武汉拍 然后差不多在武汉待了三四个月 挺幸福的 嗯 对 过早早餐吃 对 武汉的早餐太丰富了 对 然后这个人物又是一个武汉街头这么接地气的一个人物 是的 对 好好又以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身份在武汉又生活了四个月 嗯 所以也真的是一个挺难得的一个经历了 对 大家也一起期待人生大事早日和我们见面 嗯 那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把货叫名单统计出来了 已经显示在我们的屏幕公告栏当中 我们恭喜这五位幸运的朋友 那大家记得一定就是稍后要联系我们的客服来领取你的礼物 同时在这里呢 我们也再次感谢汤姆佛彩妆与香芬品牌大使朱一龙先生来到我们的品牌活动直播 和我们一起共度今晚这场仲夏夜梦 也感谢今天陪伴我们品牌活动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我们这里一起预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安康 你最重要 嗯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一龙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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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